大家好 我是周到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介紹等腰梯形 我們前面介紹過梯形對不對 什麼叫梯形 四邊形只要有一雙對邊平行 另外一雙對邊不平行的 這種四邊形我們就稱它叫做梯形 那梯形裡面有一種梯形 它叫做等腰梯形 顧名思義就是兩個腰等長的梯形 就叫等腰梯形 說他第一就是兩腰等長的梯形 兩腰等長的梯形 我們就稱它叫等腰梯形 顧名思義你看 這是梯形 它們有兩個腰一樣長 A B C 珠 這個意思就是說什麼 就是這個 A B 要等於什麼 C珠 A B 等於C珠 那麼我們就說它叫做等腰梯形 只要是等腰梯形 它就一定具備底下兩個特點 第一個是什麼 等腰梯形的話 那它的兩個底角會相等 兩底角相等 那我們就知道啊 這是平行嘛 這兩個同色類角物 這兩個如果一樣的話 這個角一等於角二 那角一加角三呢 180 角二加角四呢 180 所以 那代表角三會等於多少 角四對不對 所以呢 就等於告訴我說 角一等於角二 角三呢 等於角四 我們雖然講兩底角相等 其實它的頂角也是相等 第二個 只要是等腰梯形的話呢 它的對角線會怎樣 它的對角線會等長 什麼叫等腰梯形 兩腰相等的梯形 叫等腰梯形 只要是等腰梯形 它的兩底角相等 它對角線也會等長 好 那我們前面呢 已經很熟悉那個證明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來證明一下 好不好 證明一下 為什麼等腰梯形 它的兩底角一定會相等呢 請